手也是第二张脸 我们在手上制造一些化妆品 这个你学会了之后 自己就在脸上 第一步第二步就会做了 平时我们也都有口红的 这个口红色 好漂亮 然后我们首先第一个步骤 先卸妆 这个是我们牙织的卸妆水 它有那个卸妆水 还有一个油组成 它可以说不单是有卸妆 还可以更好的补水效果 这个卸妆液 眼唇卸妆液 全球销量冠军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我们五秒下 在心里默默的书 一擦就干净 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水分 都可以旁边擦一下 这样子手可更加的直 两只都可以对比一下 可以拿你那只手去比一下 又弄一堆了 补水一下 然后我们卸完妆 接下来是洗脸 洗脸我们先把那个卸妆面打湿一下 然后挤一点点那个洗面来 这是牙织横死的洗面呢 少一点 泡沫很多了 基本上我们平时是一张脸就可以只要这么多了 我是习惯了呢 因为我洗脸的嘛 每天有洗脸的不准 好 我们继续用这只手洗一下脸 然后我们要把那个手上的泡沫洗掉 这是没有精 这里没有水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擦洗一下啊 在下面一碰一点水 这个也是水装进去的 水的 我们就要轻轻的擦一下 手就擦干净了 有没有 晾了哦 对比一下 摆了好像 可以摸一下你的现在手感接完强不一样 两边啊 然后我们再来 它补一点水 先擦一下 这个我们的柔腹水 可以再次美睫皮肤哦 擦了我们还有多余的水的话 让我们可以拍打进去 这样子更容易锁水 它不仅单单是补水哦 还可以锁水的哦 这只手好享受哦 我只想锁水 可以感动 加一下它 手弄了好多耶 可以两只手对比一下 这是用过之前的